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发射场的生活区域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上午的这个时间 路上的这个车和人其实没有特别的多 现在最忙碌的区域应该是在发射区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航天园的生活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 就是这一次即将神州13号出征的王亚平 现在是下午三点 自从来到九泉卫星发射基地之后 每一餐我们都会喝到这样的航天酸奶 以及航天牛奶 这样的酸奶和牛奶呢 就是在我身后的东风奶牛厂产出的 咱们的牛奶除了这个厂区家属工作人员 还有这个航天员也在饮用咱们的牛奶 因为咱们这个奶又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 看地方保持期半年啊 三个月啊 最低的三个月 它又添加 咱们奶只保证期一周 每次发射 我的这个心情都感觉比较激动 感觉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 也为祖国这个感到骄傲自豪 自己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自己我也很满足 专门从小海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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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来专门踏踏踏踏踏踏 是第一次吧 是 之前见过这三两天 之前在铁城里见过 今天什么大别 就是我们拍这个都很激动 就是问天这两次 对对对 什么感觉 激动 中国强大 我现在是在出征仪式的媒体记者等候区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记者 大家都特别早的来到这里来排队 都非常期待着过会儿的出征仪式 因为把那厚实 从总组长同志 我们放进直前 神州13号 在文航空飞行任务 准备房地 请您解释 中国人民解放机 大地航天员 黄智王 黄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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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光复 出发 是 进行 在刚刚已经结束了 我们都见到了三位航天员 再过两个多小时 深州13号就将会发射 开启他们长达6个月的征程 过会儿我也会在现场 同大家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让我们过会儿发射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